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朋友平安 当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 相信当时听的人 不难想到那个误异的世子就是罪人失落的人 生活不检点 没有道德操守的人 是需要被拯救的 耶稣例豈不是为了寻找拯救这样的人吗? 但是耶稣的故事还没讲完 这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离开家过放荡的生活 醒悟之后回家了 爸爸接纳他 并为他摆设封盛的言席 大儿子的反应是怎样呢? 他看到弟弟回来 不是应该很高兴的吗? 哥哥不是应该爱弟弟的吗? 但是圣经的记载 当时大儿子听到作乐跳舞的声音 他就发怒 怒到不肯进去庆祝的宴会 大儿子不单止发怒 而且跟爸爸说了很苦毒的说话 令人不寒而慕 他说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但你并没有给一只山羊糕我 让我和朋友一起来到欢喜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 吞进了你所有的产业 他一回来 你竟然为他剃了一只肥牛肚 大儿子的愤怒反映出他内心的问题 表面来看他很听话 很信服爸爸 但他一点都不明白爸爸对他们的爱 因为他用肥牛肚和山羊糕 来衡量父爱 你爱弟弟好像肥牛肚那么多 但你爱我比山羊糕都不及 虽然哥哥从来没有违背父亲的命令 但他却用奴役来形容他的信服 一点都不快乐 因为他的信服 并不是建立在他和爸爸的关系上面 而是有目的的 他听话是为了要赚取父亲的爱 虽然他身处在爸爸的家里面 爸爸的一切也属于他 但是他对爸爸的爱 却是患得患失 小儿子的失落很容易看到 大儿子的失落不容易看到 因为这是内心的问题 如果在外表来看 大儿子很好 没有失落 但是神却是看内心的 其实很多人都好像他一样 完全不明白天父的爱 过着一个黑己的生活 到貌岸然尽量不犯错 凭着自己的努力 进行一个自我拯救的工作 殊不知 这个不单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另外一种失落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为失落和迷失 重新定义 小儿子去到远方 失落了 大儿子虽然在家里 但是心却远离 也都失落了 正如圣经里面说 没有一个二人 连一个都没有 我们都失落 都需要被拯救 奇妙的是 爸爸不单只爱在远方回家的小儿子 他也都爱这个在家里面失落的大儿子 拥抱小儿子为他劏肥牛毒 他也都出来劝大儿子 和他说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因为弟弟以前失落 现在已经被尋回了 你回来入来吧 故事中的父亲就是神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而得到永生 亲爱的朋友 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了 父神无条件的爱呢? 因为仍然很努力的 希望来到去赚取 和他交换他的爱 耶稣的爱 是尋找拯救我们的爱 你愿意相信他吗? 你愿意相信他吗? 无论是从 无论是从 每一次过犯都似到葛于身上 性别不错 永远窥欠 人无论如何都不可想还 神是念玛 圆备办法 以基督犯当做挽回我的齐 我总不陪 神从无悔 用基督身体借害我荤蔚 神满有恩賜 神愛永不治 以無血勢去互維持恩典 無人能替代 誰還能靠衣 恨請主寬恕我最送我獻 神愛所牽連 神愛已彰顯 靠主愛可以一切也改變 能從十尾線 慈性作引軒 一生找根順愛 望到每天 聽你此言 神满有恩賜 神愛永不治 以無血勢去互維持恩典 無人能替代 誰還能靠衣 恨請主寬恕我最送我獻 神愛所面連 神愛已彰顯 靠主愛可以一切也改變 能從十尾線 慈性作引軒 一生走緊順愛 望到每天 聽你此言 一生走緊順愛 望到每天 聽你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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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采 神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